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晚上呢 又明显降温了 提醒您 尤其是在新竹和苗里 入夜之后 气温还会一路的往下滑 有机会到达10度以下 请您务必要做好 保暖预寒了 至于周休假期 意外消息也特别多 这起重大意外是发生在云林的赛车赛 由斗六市公所和云林观光协会共同主办的 还连续两天封街举行 吸引了上百台的赛车旗聚 也吸引了好多民众围观 没想到您刚才看到的这一台白色赛车 起跑后没多久就冲突跑道 撞向观众 造成有六个人受伤 肇事的白色赛车失控撞向了一旁的观众 还冒出了阵阵白烟 总共有六个人受伤 包含了一名孕妇 幸好呢 大家的意识都算清楚 目前也都在医院治疗 原本主办单位就主打可以近距离来观赛 却发生了这么样严重的失控撞伤人事件 已经紧急取消明天的赛车活动了 至于火警消息则是发生在沾化的花坛乡 一间铁皮屋工厂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厂房里头包含有石化工业的设备 警消不敢大意是严阵以待 索性在场作业的八名工人都有及时逃出 火势也在一个小时左右被扑灭了 不过目前还要厘清的是起火的原因 一大洞的铁皮工厂几乎全面燃烧 还传出爆炸声 大批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破门灌旧 因为里头有工人受困 幸好八名工人自行平安逃生 但铁皮工厂内有石化工业设备 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这一间铁工厂位在花坛乡彰化路旁 上午十点多突然窜出火苗 火势快速延烧 农烟在几公里外都清除可见 当去的慈激之工也到场关心 火势在一小时之内控制 幸好无人伤亡 气迫原因还要调查 大爱新闻彰化 总和报道 另外在屏东发生的比特犬 咬死三岁小男童的不幸事件 为了避免更多的汗室重演 动保法规定 主人在六果时不分是大小犬只 只要您带出门 一定要使用链神牵引 尤其像是熬犬或是比特犬 这一类比较具有攻击可能的大型犬 更要求一定要戴上狗狗的专用口罩 就是这一只比特犬把屏东春日香的三岁小男童咬到重伤不治 由于四主也没有意愿继续饲养 目前他被带回收容所 后续将人道评估 马先生饲养的比特犬已经植入晶片 向栋宝处登记 农委会也规定明年三月起 禁止比特犬饲养和输入 在之前饲养的都要先申报备查 至于带合法的比特犬到公共场所 也一定要做好几项措施 必须细千绳 1.5公尺以内 包括他要带特犬口罩 必须有层面能以上办法 由于比特犬的力量大 四主也提醒外出最好用铁链拴住 给予犬肢足够保护才能降低风险 大爱新闻家新陈立伟 高雄屏东综合报道 国内的新冠疫情 今天又新增的是境外移入的11例 而且绝大多数都属于突破性感染 坚守国门在此刻非常的重要 毕竟国内的疫苗覆盖率 比起国外还是偏低 预计到了明天就渴望能够突破六成的完全接种率了 至于AZ混打高端疫苗是否能够提升保护力呢 这由林口长根医院所进行三个月来的研究 结果也正式出炉了 发现AZ混打高端能够产生两到三倍的中和抗体 林口长根招募了100位收视者 分成两组分别是打AZ、AZ跟AZ高端 那在打完之后的结果我们发现 打AZ跟高端这个混打组 他们打出来的中和抗体 是打AZ跟AZ组的大概两到三倍 那不只是抗体两到三倍 我们也去侦测了这个周边的血液 它会产生抗体的这个B细胞的数目 那针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新外病毒上面的这个集蛋白 它这种特异性的B细胞 产生了抗体的量 那个B细胞的量也是 大概是AZ跟高端组 大概也是两到三倍 那另外在T细胞方面也是一样 也是显著的 就是AZ加高端这一组 会显著的高于AZ跟AZ 这是全球第一个 线病毒和蛋白质疫苗混打的实验 也建议这两款疫苗混打的 间隔周期不要隔太长 间隔大约4到6周 能够产生比较多的抗体 目前受视者的副作用 也都属于比较轻微 大部分都只感觉到 倦带肌肉酸痛等等 只有其中一位因为头痛挂急诊 国际今天有哪些新闻扫描 面对Omicron和Delta 双变种夹击 确诊和注意人数都在攀升当中 还有美国科州 今年冬季不下雪了 气候异常 创下87年以来的最晚降雪记录 另外机器人力求越做越像真人 过去的科幻电影 如今的真实世界 还是先带您回过头来关心 席卷全球的新变种病毒Omicron 累计已经有40个国家 超过700例的确诊病例 扩散速度可以说相当惊人 欧美各国也纷纷加快了 施打加强剂的力度 著名的医学期刊刺客针 最新的报告当中就是专门研究 这加强剂疫苗到底对于 对抗变种病毒有没有效呢 结果也出炉了 是在7款受试疫苗当中发现 莫德纳以及BNT的表现最好 不过其他的5款疫苗 也都有相当不错的保护力 Omicron变种强势来袭 接种战人潮在线的几项 在欧洲各大城市再度上演 这是一个困难的状态 我们已经返回到 我们已经返回两年之后 人们必须接受疫苗 两个月要做 三个月的病毒 我认为这些病毒 我认为这些影响 追加剂打起来 每个人的考量不尽相同 不过要怎么打 才能心想事成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提供了方针 这项叫做Coff Boost的计划 检释MRNA 腺病毒 次单位 不活化等4种技术 共7款疫苗 发现受试者完整接种后 10到12个星期 无论打哪款疫苗 都有9成防复力 其中辉瑞和莫德纳 表现最为优异 此外 这7款疫苗对原始病毒株 β、Delta等变异 都有保护力 拉高的防护水平差异不大 代表他们应该能够预防 Omicron验种 专家表示这项研究代表现有的疫苗 都可以是出色的第三剂血项 不一定非mRNA疫苗不可 建议各国依照自身的施打状况和配送条件 规划混打追加 拉高疫苗覆盖率 大约新闻 收看编译 新冠疫情这一场战役出现了Omicron这一支新病毒 不过救敌军Delta依然是头号劲敌 尤其北半球正值冬季 是新冠病毒最活跃的季节 要带您看到图表的部分了 美国99.9%以上的病例 依旧是感染到的是Delta 至于南韩的解封是战缓 也主要是因为ICU战床率偏高 法国则是宣告进入第五波疫情 同样也是Delta主流 医院挤满病患 法国正在和疫情对抗 不过主要对手却不是Omicron 第五波的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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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法国 美国白宫防疫简报上 CDC主任瓦伦斯基表示 国内几乎所有确诊病例 都是感染Delta变异株 而且多数是未接种民众 WHO指出 虽然许多国家已经遭到Omicron入侵 不过目前还没有传出 染疫后死亡病例 眼下Delta人士严重威胁 WHO表示 虽然病毒不断变异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基本功 专家警告 时续进入冬天 民众更常待在室内 年底除了耶旦节外 还有跨年等大型活动 呼吁不管是Delta还是Omicron 打疫苗提高保护力 才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 带来新闻 谢谢大家 至于Omicron 疫情最热区南非 一口亲南瓜的是 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 新变种病毒确诊病例 当地的科学家也发现了 患者主要集中在 两个年龄层 也就是60岁以上 还有5岁以下 也就是不就是老或是小 尤其关卡到了 两岁以下的幼儿住院率 更是大幅地增加 占整体的10% Omicron变种 人人文之色变 这病毒到底有多危险 谈看南非的疫情曲线图 Omicron的威力 更是一览无遗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通报亲证占绝大多数 也没有死亡案例 可能跟感染年龄层偏低有关 此外 这个因素也不能忽略 也就是说 Omicron究竟有多严重 还需要一两个星期观察 无论如何 南非已经确认 进入新一波疫情 就怕一年前的Beta噩梦 再度上演 当局展开围棋一周的 大规模接种 不少人一改先前的犹豫 鼓起勇气打针 当局也推出免费Uber接送 抽奖等等好康 希望冲高打气 度过这一次危机 大约新闻 秋款编译 新冠疫情之下 还是有好消息 就是美国7月解封以来 失业率可以说是缓坡下降 去年4月的时候 还是他们失业率攀升到 最高峰的时候 平均每100人 就有将近15人 找不到工作 如今已经一路下降 到了4.2%了 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 最低点 3 2 1 聪明晚安 佳节倒数一个月 美国总统拜登 二号依照惯例 点亮国家业弹数 隔天又带来好消息 这年我们可以 重新的一段落 我们的经济 比较一年过来 今天 我们的职业率 失业率连续六个月下滑 在11月来到4.2% 是疫情期间最低 请领失业今天的人数 也从1800万的高峰 降到200万 拜登喜出望外 不过就业前景 真的有这么美好吗 11月新增就业数 21万人 是今年以来最低 远不如预期的55万 主要就是因为 Delta病例增加 拖缓了复苏脚步 如今再杀出一个Omicron 让不少人忧心忡忡 国际货币基金也发出警告 Omicron威胁之外 能源价格上涨 通货膨胀等等 都消耗美国和中国大陆 经济动能 国际货币基金表示 10月才微服下调的 2021年全球成长预测 可能还会再度下修 大约新闻球款编译 机器人推陈初心 带您看看这一款 耗时15年才研发出来的 亚美卡AI机器人 它最特殊之处在于 表情非常的逼真 丰富 还主打无性别 中性角色设定 不过要价不菲 平均一台新台币370万元 睁开双眼 这台栩栩如生的机器人 仿佛具有自我意识一般 惊觉自己拥有生命 表情丰富的机器人 亚美卡短短40秒的影片 上传后就吸引超过 1000万次点阅 不过如果说是人形机器人 为什么皮肤却是灰色的呢 我们试图为性格平均 性格平均 我们试图为 基本上的人形象 执行长表示 人与人沟通除了语言之外 还有许多非语言资讯 身为人类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透过表情 达到沟通效果 他们不想要一个 只能透过对话 进行互动的AI机器人 此外执行长还搭上 近期元宇宙热潮 所以想想 有很多话题 最近有很多话题 想想想 把你的《Metaverse》 进入真正的世界 你需要一些诅价 所以想要把你 在纽约、Kawaii、Hong Kong 送个动作 科技日新月异 下次看到亚美卡站在身边 可别惊讶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台 荷包也要够深 因为一台就要价台币约 370万元 带来新闻新条 冰影 因应Omicron来袭 菲律宾举行了 全国性的大规模接种行动 已经有将近1000万人 完成施打了 而这些数字背后 处处都包含了医护的用心 包含了其中有一位 曾经染疫康复的医生 他更懂得患者的不安 全心来付出 各地接种站 冒足全力施打疫苗 医护常常忙到 连去烫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但夫妻俩从不抱怨 付出无所求 全是因为自己也曾在鬼门关前 走一遭 同样也从新冠肺炎中康复的 还有罗拉医师 亲身体会疫苗的重要 发愿要让更多人拥有保护力 菲律宾政府为了在年底前达到为5400万人完整接种目标 当局正研拟要在12月15号到17号展开第二轮接种计划 没有人喜欢打针 尤其小朋友看到针迹靠近就会莫名的害怕 来看到美国加州的这群小小孩 他们如何被好好的安抚情绪 接受这一针增加对于新冠病毒的保护力 面对疫情 健康安全就在这一针的距离 四季走入南加州爱满地两处学区 直接在校园内协助接种 提供安全与便利 我们是希望在我们所有门诊中心附近的社区 都帮忙去打这个5到11岁的疫苗 小朋友的老师家长全部都跟他们一起打针 趁着机会也是知道他们附近有我们此地的诊所 大人追加第三剂 小朋友则是接种第一剂回锐疫苗 面对打针恐惧 刺激医护有妙招 因为小孩子来每个人都很害怕 可是我们慈激的人就可以跟他逗他们 跟他们聊 引开他们注意力 让小孩子尽量减少他们害怕的程度 两天下来服务四百多人次 未来也规划扩大接种 串点社区健康保护网 大约新闻 知识美志工美国报导 镜头回到台湾 云林北港朝天宫 举办了围棋两周的普渡法会 再度邀请了慈激共同来推蔬食 每天准备了上千份的素餐盒 接善远 朝天宫乡客大楼的厨房里 庙方邀请慈激之工 携手推广素食 获得广大回响 今年延续举办 平均每天提供1500份素食餐盒 很清爽 还没有油腻 没有负担 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团体 却有着相同理念 希望人人虔诚如素 发扬慈悲精神 大爱新闻张国丹 欧阳光辉 云林报道 每天上千份的素便当 自然要有很多的相继志工投入了 包含了一个娇小的志工身影 她是从国中主任教职退休后 她就投入慈激的志业了 平时除了要照料90多岁 年迈失智的父亲 其实自己本身也离癌 但她势必公亲 善尽孝道 还能够把握时间 及时行善 穿起围裙 戴了头巾 志工林翠莲加入香机行列 洗菜 打餐 样样都做 林翠莲是国中主任退休 原本家庭美满 女儿却在读小学时促试 后来丈夫离家 变故接踵而来 在心情低落当中 实际真的是救了我 让我自己又有精神提振起来 然后就决定陪爸爸妈妈 然后做慈祭 你这家的生活完 你眼睛又睁开很棒啊 90多岁的父亲曾是国中校长 现在患有失智症 身为大女儿 林翠莲用心尽孝道 妈妈这样的一个体现以后 我会把爱妈妈的心 加倍地用在爸爸身上 今年初林翠莲发现自己离癌 但她没时间怨天尤人 因为除了行孝 她还积极做慈祭室 不论访试 大爱妈妈 读书会 或是人文真善美 有活动她从不推辞 她很有心在学习 然后只要有活动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请她帮忙 补一下补味 像人家说的 行善行孝她都做到了 所以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医生都在从事教育 林翠莲行善行孝做表率 菩萨身行令人敬佩 大爱新闻张国端欧永光辉 云林报道 从小扎根做起 水土保持还有防灾教育 而台南此中国小部 也获得了农委会水保局认证 是全台湾五座校园示范基地之一 而其中也和北部的志工 共同联手 打造出了世间示范教室 每一间的主题各有不同 特地从台北南下 志工来来回回张贴布置 台南辞中小学部 四间教室变成水保示范基地 找出应该放在 防灾病难包里的东西 透过手机平板像是玩游戏 把病难的知识全记得 因为现在整个气候遗产 没办法靠工程 一定要从一些防灾 减灾跟避灾来做 状态都会好 状态都会最干 我觉得很厉害 平常在课堂上不能玩的电玩 来宾校长们玩得很开心 实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校 因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获得 我们库学校的一个表扬 那这一次又不简单 是成为全国里面的示范基地中心 利用科技 让我们的同学们在游戏中 来学习环保爱护地球的一个概念 这个主题是减塑爱地球 首先来到我们的我爱的机会 还有海洋系列 整面墙有珊瑚和小丑鱼悠游 学生还可以互动作答 请问一下 老师回收标志 让孩子们知道我们人类造成的污染 有效的 他说他们老师要先办演习 要来这边准备要先预定了 台南辞中是全台五所学校 南部唯一获选的校园 希望透过校园推广 让水宝及防灾教育更全面化 大爱新闻将军陈立伟 台南报道 大爱电视台节目热青年 是第四度夺得了儿少优质节目五星奖 而其他包括了青春爱读书等 四个节目也同获殊荣 一个年轻人的使命感 是怎么被养成的 一个简单的选择 以行为会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从年轻人的角度 观察社会角落 同身实践改变 大爱电视台节目热青年 记录在地青年热血行动 四度夺得国人自治而少优质节目五星奖 你看到这些热血青年 在不迟的这个受到挫折 然后他们怎么样能够勇敢的站出来 然后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种的感染力是 我们周遭的观众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希望明年在2022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多一些实体的行动 在线下采取行动 然后在线上做号召 甚至是跟国外的做一些串接 然后把台湾很优秀的年轻人 推到国际上 青春爱读书 今天陪你读什么书 你根本不懂 青春爱读书 各是六度蝉联五星奖 不只找来学子 在节目里和主持人讨论阅读 更把场景搬进遍向学校 我们就想要把整个教育现场 搬到整个学校里面 而不是在摄影棚 我们现在都喜欢看懒人包 但其实阅读不是这样的 阅读你好好的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它是一个思路的过程 去厘清作者的思路 去厘清自己的思路 恭喜财团法人 实际传播人文剧业基金会 青春爱读书 国人自制儿少幼稚节节目 进入第21届 今年共有54个节目参加评选 其中大爱电视 除了两个节目融合五星奖 小主播看天下旺 极妙博士的异想世界等 也分别获得4.5颗星和4颗星 能够引起我们评审的眼前营亮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有没有儿少的参与 那有没有给儿少的表异权 孩子爱看电视不是坏事 只要能从中学习 也能拥有知识 希望透过奖项 吸引更多媒体用画面 带给孩子正向思维 大爱新闻林亭 叶依林台北报道 不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运动员也比较容易 会有膝盖疼痛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他们平常的 运动强度比较高 容易让关节受损 花莲慈激医院 研发出了最新的疗法 能够有效帮助软骨再生 恢复膝盖的功能 正常人每天使用膝盖 2000到3000次 平均一年要使用100万次 退化性关节的变化 这个软骨部分变薄 然后底下的骨头 积水水肿 不过花莲慈激医院 透过骨髓兼职干细胞疗法 有望成为关节退化的救星 最常见的就是年纪到了 退化性膝关节炎 那个软骨已经变得很薄了 它就互相摩擦 就会疼痛 那我们用这种细胞治疗 就是重建这个生态 也把这细胞重建起来 所以这样是比较自然的 不仅一般人受关节退化所苦 运动员因为高强度的赛事 也需要定期跟医师报到 好好照顾自己的夺牌力气 关节外部的一些筋膜组织 肌肉的强度 更是决定着关节的使用的状况 所以医师的部分 大概只占什么 后续物件 跟自己病人的企图型来争承 其实才是关节退化 治疗的一个绝生的关键 关节退化不再是年长者的专利 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索性医疗科技进步 让关节不再嘎嘎响 大家在新闻黑怀对应中 台北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各地天气都还算是相当稳定 而且今天冷空气是稍微的减弱了 大家好好地把握 因为明天开始水气又会稍微增加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台湾上空的云量没有很多 还是有一些东北风干但是跟前几天比较起来的冷空气已经在逐渐减弱 那么明天的话这个北方的冷高压还会再往东边移动出我们台湾的风向 会从东北风慢慢转成有点偏东风 但是明天开始水气也会稍微增加 可以看到北部东半部地区水气会比较偏多 一直到下个礼拜二之前 水气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况 下礼拜三开始之后才会逐渐转干 但是也提醒大家下礼拜的礼拜三还会再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不过目前看起来下一波冷空气比较没有那么强 只是还是要注意温度还是会有一些起伏变化 来看一下容易下雨的这个地区 礼拜天的话最主要就是影风面 在我们的这个东北部跟东部云量会比较偏多 大台北地区的话云量也会比较多一些 跟今天比较起来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晴朗稳定了 但是在我们西半这个大台北地区西四 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些阳光 中南部桃竹苗以南的话都算是相当稳定的这个天气 但是北部东北部东部出门就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那么可以看到未来四天的降雨预测土的话 明天开始水气逐渐增加 但是水气最多的时候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三 尤其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北海岸 东北部跟花莲北部附近要留意局部地区 雨甚至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到如果下雨的话可能雨会稍微比较大一些 北部的话来看一下这个温度趋势 北部的话未来几天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但是因为雨量也变多了 所以呢几乎一整天都是有点这个比较凉 比较冷的这个温度 大概低温17到18度 中午高温没有很大的起伏 大概在20到21度 那么在我们中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就是季节温差比较大 因为天气比较稳定 所以辐射冷却也会比较明显 在我们中部就是早上跟晚上会比较凉 比较冷 低温大概在17到18度 中午高温在24到25度 南部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是南部清晨低温在稍微暖一点点 可以来到18到19度 中午高温则是24到26度 另外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今天晚上可能雨量就稍微增加了 在我们陶珠庙以南持续是比较稳定 那么明天白天的话呢 可以看到北部东半部地区 雨量都会比较偏多 有些局部零星的短暗阵雨 那么在我们的陶珠庙以南跟台东 目前看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定一些 另外特别注意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南部地区 像是台南高雄平东这附近 明天的空气品质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可能来到这个橘色灯号 对民感族群不健康 因为转成偏东风之后 我们西半部的扩散条件 就会变得比较差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明天东北风 跟冷空气持续减弱 那么白天温度会稍微回升 早晚还是比较偏冷 所以我们中南部要特别注意这些温差 水气在明天会稍微增加 应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局部的短暂正雨 下个礼拜的东北风还会稍微增强 要留意这个温度的起伏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今天下午在慈祭新店竞思堂 有137人受证成为慈祭志工 其中不乏很多年轻的身影 包括一位才27岁的高新瑜 他从大学的时候就投入了 现在受证是更大的承担 鼓励人人都要打开心眼 胸怀世界 依据领真的那一刻起 慈祭志工们同时也接下了一辈子的重担 这个时候正是每一年一度睡墨祝福 我们用虔诚感恩的心 送走了过去的每一天 每一时给我们平安过来 戴着口罩露出眉目清秀的半张脸 他叫高新瑜 27岁是位国小老师 他常跟着慈祭国际青年会到屋来 教偏乡的孩子们学写程式 城市其实是未来一个趋势 也是因为有程式有资讯 如果查就可以被摆平 那小朋友学会怎么样去应用程式 或是打开YouTube去找到他要的资源 而不是那些比较不OK的状况 对于社会服务 他想说年轻人不是没有热血 而是不守得对象在哪 大而参加慈青社以来 他就了解到慈祭是社会服务 入门的最好管道 他们不是不喜欢 是他们想参加 不知道去哪里找 我觉得慈祭是一个很棒的平台 就是他你想要做任何职工活动 就是你有那个愿 你有那个心 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 你都找得到人 都有管道可以进去 受证仪式上 见到心血加入慈祭大家庭 上人除了感恩也勉励众人 要放眼全世界 才知道苦难藏在哪里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间 在我们的范围里总是祥和平安 但是再把它看广一点 整个地图来看 每位慈祭志工都市愿要跟随上人行谱洒道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这一刻起 大家许下这份神圣的承诺 要做顶天地地的慈祭人 启动自己的行善人生 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这场C幕祝福上也有金藏的演技 志工是巧思敬献 把疫苗时事结合了佛教经典当中的火斩狱 大型疫苗道具华丽进场将入金藏推向高潮 火斩狱中的大白牛车遇上疫苗时事 碰撞出让人赞叹的创意火花 是闻山区慈祭志工吴福川的点子 因为又是我们 那个等于说承担火载疫 火载就是大白牛车 就是以大白牛车拖着疫苗 照顾人间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除了巨型真红让人眼睛一亮 真正的亮点在这里 上人一只 其实就是说我们志工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萤火虫 但是汇集大家的力量 就可以做大 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就是 也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 云火虫的元素 心殿闻山 信义南港 自成八月 今世灾难 不再回 驾大白牛 祝福来 岁末祝福中 见到弟子们如此努力 展现出震撼人心的演绎 上人的内心有温暖 也有感谢 菩萨们感恩 等下 真感恩 多感动 无法用意願来 说我现在的心情 对大家人的感恩 感动 如素护身 我自主 我会主 我会主 我们要像小小萤火虫 最后耳熟能详的儿歌 融化了大家的疲惫 一年来 四季志工们辛苦了 用一场又一场 精彩的演绎 把行善辛劳与信仰价值 具象呈现 为岁末画下 完美致点 大爱新闻 台北综合报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说的不是刚刚呢 您看到的演绎的志工群 还有幕后道具的制作 这位巧手志工 他叫做张学义 运用呢 回收来的废弃品 过程相当还费时 平均每一只动物 他都要手工制作 三天的事件 用洋车 路车与牛车 救济众生 舞台上的道具 是慈继志工张学义 用回收物载制而成 树脚怎么做 枯树子 让他续续怎么样去做 家里刚好这个拖把 把拖把把他剪掉 我们这个区有一位大才子 就是我们张学义师兄 那我第一个就想到他 很感动 罗德福会珍州的空箱子 他就把它收集起来 就用那个箱子去做 我现在牛角装进去 对 牛角装进去 制作的每个步骤都不马虎 一只动物需要三天的时间 每天七个小时 过程不容易却相当快乐 这样开始捏出它的 长 宽 厚度 然后慢慢去捏出它的形状 研究说 我这个比例可能 这边要加宽 这边要再加长 那做出来以后就很有那种成就感 毕业于复兴美工拥有美术专业的他 在新店静思堂还有许多作品 很早期金色之物画的 用国画的方式画 那我把它改变成西画的方式 张学毅退休后投入慈祭制工 除了协助环保 也奉献自己的专才 利益众生不空过 大爱新闻 黄县郭家旭台北报道 高雄的凤凰山区近来被发现很不寻常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群小生物 它们叫做灰粮鸟 有上百只聚集 然后民众又争相的喂食 导致这个恶性循环 越喂多 这鸟的群聚就变得更多 专家提醒了 它们是属于外来种的鸟类 入侵的话会威胁到本土生态 走入凤凰山自然天籁入耳 凤凰山是凤山附近的民众践行的去处 但这里其实是军事用地 到处都可以看到军事设施 平时开放民众践行 但最近却因这群鸟 引发鸟友圈热议 鸟友惊讶地拍下这画面 一百多只聚集的鸟叫做亚洲灰粮鸟 红眼睛是特色 因为高度社会化成群排外很强势 早年进口台湾作为宠物 却因此散布全台 都有看到偶偶会有人拿上来喂 有有有 当地常传出民众喂食 也可能造成灰粮鸟聚增 它属于外来种 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台湾献中 那避免 为了避免这样子的外来种 繁衍的更加的数量不正常增加 请民众千万不要喂食 不要在野外喂食动物 农业局以汉军方沟通 将加强宣导 以免外来强势鸟类 威胁生态平衡 大约新闻 陈一真 甄乐平 高雄报导 大一台的观众朋友 先跟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体 更多内容请您锁定二台 稍后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世界握起来 带您看大约新闻的观众朋友 大千世界大开眼界 第一则哇新闻 我要带您看到 这是全世界最迷你的微型摄影机 只有0.5公分比米粒还要小 不过上头却布满了上百万个感光柱体 拍出的影像画质 媲美一般的数位相机 而说到小也不得不谈到微型居住的空间 俄罗斯就有这么一位设计师 他彻底发挥了小空间大创意 只用了大约一台冰箱的大小 做出了多功能的厨价 上面呢 也有水槽 餐桌 还能够放上各式各样的电器 还有家用品 是把空间使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他在您看到 这是一个哭笑不得的场景 这一只他是人所饲养的宠物棕熊 因为太想吃自己主人车子里头的苹果 努力想把自己圆滚滚的身体塞进车子里头 不过这一台可不是一般的车子 而是价值畅千万元的蓝宝坚尼 结果他投机不成18米 反倒把车门都给撤了下来 再来看到这是美国的科州 今年冬季以来不下雪 反倒还有摄氏高达24度的气温 民众还穿着短袖来上街 这也创下了当地冬季最晚降雪的记录 温暖的阳光大把洒下 时续进入12月 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 却依然看不见冬天的影子 根据美国气象局的资料 丹佛市过去最迟降雪发生在1934年 这项记录在今年被打破 从4月下旬到现在 已经227天不曾降雪 几乎快要追平 235天的历史记录 温暖的冬季 在冬季的冬季期间 从冬季至冬季 都被冬季的冬季 气候变迁导致干旱日益严重 民众悠闲享受好天气 但专家警告 水气不足可能危及民生与农业用水 连带伤害当地的滑雪观光产业 好消息是 天气预报下周开始 丹佛渴望迎来一波水气 让今年的耶诞佳节 不至于完全失去冬天气息 大家先有话 反正编译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频频发动攻击 最新的一起是在 在库德族自治区的一座村庄里 造成有十多人丧命 窗户的玻璃被震碎了 墙壁也炸出了一个大洞 显示当时的战况非常的激烈 伊斯兰国 伊斯连续发动了两起的攻击 总计造成有三位平民死亡 还有十名的士兵也丧命 联合国反恐部门早在今年年初就提出警告了 各国为了要平息新冠疫情 忙到焦头烂额 恐怕会削弱了打击恐怖组织的力道 呼吁务必要小心围上 避免恐怖团体东山再起 法国在前不久才刚刚因为丢了澳洲将近2兆新台币的 浅舰大单措手不及 现在中东呢 他们在中东地区找到了温暖慰藉了 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宣布向法国买战机 这笔大订单折合相当于5000多亿新台币 马克宏的脸中藏不出效益 藏不住效益主要是因为阿联向他们订购的是 80架的飙风战机 还有12架的军用直升机 而这指军事合约也加深了两国之间 所递交的经济还有战略伙伴关系 新冠疫情在非洲依然是非常的严峻 因为他们的覆盖率还不到7.5% 现在对抗艾滋同样也出现了黑洞 主要是在乌干达这个国家 很多的艾滋患者说 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医疗援助 只能够射缩按脚 皱着眉头拿起药瓶仔细研究 我一直在买战略的效果 我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医疗 来解释一下我的经济 之前的疫情 是很简单的谈谈我们的问题 但是现在你去医疗 他们只写了抗艺术 乌干达约有140万名艾滋病患 但现在抗病、治疗都变困难了 根据世卫组织数据 新冠疫情导致社区艾滋检测服务 锐减30% 光是去年4到6月 抗病毒药物治疗就奏减了三成以上 看起来有点激动的艾滋患者 廷迪基耶提拉说 防疫限制下交通费涨了两倍 为了省钱 只好走五公里去拿药 医生说治疗艾滋两大关键 一是营养均衡 一是持续治疗 但现在谈何容易 患者面对的痛苦和无奈 短期内还无法解套 因为政府在拼新冠疫苗覆盖率 要把目前只有打了一剂的接种率 从9.6%拉到大约50% 也就是全国5000多万人口 要有2200万人打了疫苗 才考虑全面解封 最让关怀艾滋病的运动人士 担心的是 这段时间患者若治疗断断续续 恐怕出现抗药性 会让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 大学问女方编译 说到健康 要活就要动 对饮法族也格外的重要 慈禧大学社区关怀行动 就带着这一群长辈们他们手做的是拼贴相框 主要借由这样做相框锻炼手指头的灵活度 跟着拍子动一动 冷冷的天 大家先活动活动筋骨 暖暖身体 做好一个完整的运动 要包含了心肺的运动 然后平衡的运动 肌力的运动 跟伸展的运动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可以让男者远离病魔的威胁 然后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手做课程 先挑选不同大小的纽扣 慢慢排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拼贴相框 要珍藏美好的回忆 还能锻炼手部灵活度 长者自己去拼贴 他心里面的一幅 一个圣诞树 或者是一幅他想要呈现的话 让长者可以轻易地操作 然后能够做一些手部细微动作 慈济大学师生走进社区 物理系的学生 透过真实的接触 体验并学习和长者的相处 学校的都一直来这里 他们也会去我们老人馆那边 咬我做啥 做啥 做啥 可以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很可爱 就很像小孩子一样 他们也很喜欢聊天 分享很多一些生活的事情 温暖的互动 带给长者满心的喜悦 这一天部分长幼 都过得充实有趣 来顺这三本志工范里昭华领报道 偏乡地区同样也能够给出 银法族五星级的长照服务 这是高雄陵园的一间日照中心 专门照顾的都是失智 还有失能的长辈 现在是运用了人脸辨识系统 更能够精准地掌控出入 日照中心好科技要进入得刷脸 透过这个辨识系统做我们的报道的功能 像这样子刷卡 他就会谢谢 人脸管控进出守护失智长辈安全 一进门被植物围绕 这个鱼菜共生是希望说透过纸摘 长辈他可以自己亲手摘种的株菜 烹调来吃 这是小港医院在林园开设的日照中心 高科技导入互动设备 踩脚踏车得一心二用看影片 还有五分钟做失智的快篩 闲置的里民中心打造成五星级制造中心 而且这里长者所有的生命迹象 我们都会同步传到我们小港医院做留存 我们希望把这三个隐形的杀手 失智 击扫症跟取决通院困难 我们都做一个预防 医院结合社区守护长辈的健康 大业新闻 陈一真 甄热平高雄报道 如何检测脑中风呢 只需要短短的七字口诀就能够分辨 使用绳子示范脚踝运动 连预防脑中风医师都有简单口诀 微笑举手说你好 微笑请病患微笑一下 假如说两边有点不太对称 举手有一边突然往下掉 说你好讲话讲得怪怪的 都有可能是极性脑中风的症状 清楚明了民众好学好记 这是词苑医疗团队提供的亮点医疗 这个是一个抢时间的疾病 所以我想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遇到脑中风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在第一时间里面 能够做适当的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 还有花莲词苑心脏外科正一佐医师 畅谈心血管手术进展 但仍是老话一句 素质的饮食治疗 减少一些动物性油脂的摄取 这些都会被证明对减缓 心血管的疾病的病变很有帮助 他们的课程非常亲密 也非常接地气 因为有时候平常我们上完一堂课之后 回去我们就全部忘光光了 然后他们今天用图片 然后用一些故事性的方式 趁着疫情趋缓倡导医疗观念 也从预防剩余治疗把握黄金时刻 大爱新闻者产品志工 庄淑惠李良时林辉煌 高雄报道 今年此季落实在各社区里头的岁末祝福 很多的活动上都是主打 全球的志工如同萤火虫 只要把这点点的荧光聚合起来 就能够照亮有需要的暗角 而各种萤火虫的道具制作 志工们可以说是各显身手 有人是结合了木工电工 还有各种的巧思精细活 再次搬出地球来 内湖团队有新想法 一段一段地走向全世界 到五大洲126个足迹 我们就从这个点去思考 怎么样把这两个元素 世界地图跟萤火虫把它结合在一起 木工做木架 电子设计电路 还有手作团队全都动了起来 上演讲说我们这个萤火虫的精神 每个人都可以发挥它自己的星光 然后凝聚起来就可以成为很大一片的一个光亮 这不是简单的事 改造后的地球内部重新装设机关 后面的黑色布卖更是重点 要勾勒出五大洲三大洋 先黏这个 黏这个以后再黏萤火虫 手工制作的萤火虫是原尺寸大小 如何让尾巴的光闪亮动人 不用心做不来 柯比你是要照这样子的线路去弄是不是 对 我先确定这个线路是对的 我们大家也是这样认为啦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人 就是一只萤火虫 它上人一再地在提这个萤火虫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 所以大家来做 也都是很发喜的心在做 哇 真的比刚才亮多了啦 所以你看 要三个臭皮架 没有 你们两个大臭皮架 众人核心再次圆满了作品 期待岁末祝福时灯灯闪耀 能够让大家的心都温暖起来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周三玉 郭景德 黄凤框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你们加入 祝福您和家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